微客是新款起子机W132X 这是老款W132 咱们看一下它有啥不一样 首先看这里 自带挂高 方便携带 适合高空作业 然后呢 待会把这个装上去 还有个区别 前面夹头变了 老款你上夹头的时候 得把这个提上来 把这个放进去 新款呢 单手就可以操作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更方便 再看一下转速调节模式 不一样了 老款123档 新款一档二档 和智能保铁模式 保铁自停功能 咱们去试一下 全老板操作 8毫米套筒 直接上这种钻尾丝 看它的自停功能 再看这个 这个也比较完美 它这个保铁自停功能呢 就是开始冲击的时候 它立马就停了 所以说对你这个材质 和螺丝这个长度 都有直接关系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 往这个木头上拧 看自停 灌个短螺丝的话 比如说换这种 黑色的 看一下 这个就正好 所以说给螺丝的长短 和物料的材质 都有直接关系 还有区别 它的力度不一样了 132你看是140牛 转速最高是3300每分钟 然后这个132X呢 转速也高了 最高是3600 扭矩呢 这上虽然没写 说明书上写的有 最大转矩 160牛对米 下面咱们把两台 全部拆解一下 看一下内部有什么 主要区别 两台都拆开了啊 肉眼可见的 比如说这两个电路板 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能带用 还有这个 撞锤的体积不一样 这是132X的 你看明显大 并且它 它这个轴粗 这个轴细嘛 咱们测量一下重量 132X 215 132 194 差了21克 然后这里边输出轴 这个粗细也不一样 你看这边细 这粗 从外边也能看出来嘛 好了 又转过去了 以后在使用上 有什么心得 我再给大家分享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